今集要講的幾款面相特徵 就是要看自己有沒有生子女的緣分 另外還要看自己和子女的感情是好還是不好 好,馬上去看看吧 第一款要看的特徵就是人中位 人中位在面相上是反映一個人在生育上 究竟是順還是不順的重要特徵理 某程度上也代表了一個人的伸直器官 所以一般來說人中要求深、長、闊和直 最忌就是像現在的幅圖一樣 出現歪斜的情況 因為會影響生育混濁 以前上學的古書甚至說得很盡 說這是武仔山的特徵理 好,其實人中即使沒有歪斜也好 但如果有粒蜜又或者有粒字在裏 其實反映出來的結果都是差不多 不過這樣說 今時今日醫學就比以前猜明很多 如果生育出現不順的情況 都有很多種醫學的方法可以幫助到 但人中位在上學上始終都是和體子女有關 所以即使本身已經有子女的話 自己人中有粒蜜又或者粒字都會影響和子女的感情關係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在90年代中有一個名人的太太 她人中位正正有粒蜜 最終都是和一群子女出現了一宗真撐的案件出來 第二款出場的特徵 就是要留意一下她有沒有一對三角眼 三角眼在我這個節目裡都已經不是第一次出現了 原來有三角眼這個特徵的人 一半反映出她在六親感情上都不太深厚 很多時和人有隔膜 甚至在性格上都帶有點難膜 所以亦都是因為這種性格 令到她和子女的關係都不會深得去哪裡 如果她除了有三角眼之外 兩隻眼的眼窩位還要刪得相對較為粒陷 也就是有少少窩了下去 這樣就更麻煩 因為兩隻眼對下這個位 是屬於面上十二宮之中的子女宮位置 所以但凡眼窩深 眼眶帶粒的話 不多不少都影響了新肉棍 好了 最後一次過看兩款 都是和生產不順 甚至乎很難生到兒子有關的特徵 究竟是怎樣的呢 原來就是要看看她淚塘這個位置 也就是我們經常說黑眼圈這個位置 如果她淚塘位 經常都有一些打了井 而且剛膚的雜紋在這裡 又或者換轉只是有粒物 又或者有粒字在這裡 其實都是屬於咒技的特徵 好了 如果你真的打算生寶寶 而且真的有這些特徵在這裡 我建議你快點做多一些眼膜 快點搞好她 相信怎樣都會有幫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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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